我想再找个地方喝点 去不去 一起 你们先去吧 我有事跟你说 好 那我们先走了 两位老板再见 拜拜 拜拜 别嵩了 走啦 我躲我躲我躲 小罗总找我什么事 大事 大事 什么大事 桌签 桌签 又桌签 这么刺激 桌谁的签桌到了吗 桌到了 就在你眼前 你别看了 我 身为牡丹的老板娘 跟我在这儿戴绿帽子 我要是来得不及时 那别人得议论成什么样子 我 时候也不走了 楼夫人 想去哪儿 我送你 小罗总 你听我给你解释 解释 我可不想听解释 又是那个彩虹屁 你最后好好想想 怎么能够 不得我的原谅 说不定我心情好了 就不能惩罚你了 你是说让我 怎么开心 对 哄我 还有啊 穿的是什么衣服 我听说啊 当托儿还能挣点钱 记得传给我啊 坏人 活着太难啦 小罗总 进了 完了 怎么感觉娄总的心情 并不是很美丽啊 难道太阳花不够阳光 不够有感染力吗 小娄总 小娄总 我给你转账了五百 你记得收一下 小娄总 小娄总 从进门到现在 喊了三次小娄总 怎么 怎么 一天不见 这么生烦啊 有这么对老板的老板娘吗 不是 您真的误会了 借我八个胆子 我都不敢自称老板娘是不是 您未来的老婆 一定是又聪明又漂亮 家世显赫 人美心上比我高出一个宇宙 还比我努力 我怎么敢呢 都是同事们瞎喘 您真的不要相信 不要相信啊 我看你倒是挺享受的 没有没有 真的没有 我错了 说这么事 你们八二的款 解不解 没有 欧审哥说我是狐狸精 不给我接 进 娄总 您找我 这八二的款 为什么要接啊 老板 您是不知道啊 这董董恩为了行事方便 趁您不在的时候 冒充老板娘到处招摇撞天的 这尾巴呀都能翘天上去的 这尾巴呀都能翘天上去的 行 那 看八二准备好的发票 全了吗 全 啊 法夸部那边有没有什么疑问 没有 那既然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请给他们打过去吧 好 哦 还有一点啊 我们个人情感和工作 还是得分开 不能影响和整体的工作进度 哦 知道了 罗总 去吧 去吧 小龙总 你真好 您不但没有怪我 还帮我 您就是我最好的假发 小龙总 我会为了你 别觉得一束花 一点礼物 就能让我消气 如果说这就是你道歉的诚意的话 趁我没生气 出去 好 风向的女子 跑得还挺快 啊 啊 请你进去 好好紧紧 我懂 这陪兄弟打游戏 肯定没有和客服小妹妹 没来眼去有意思 对吧 客 客什么服什么小妹妹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啊 整天脑子里就是想着女孩女孩女孩四处溜钱 是吗 这样 我最近啊 我发现这个八二的恩恩小姑娘 非常的可爱 非常的漂亮 我之前从来没有遇到我这种类型的女孩 我很感兴趣 玩不起 卡 卡 卡不 我请告诉你啊 懂不懂的是什么八二的 是咱们合作方的 您不能给我乱来 哎 着急了 你这一急就说你心里有鬼呀 喂 有鬼 我怕你无法你携了 我怕你不做奇蹲 你管快不懂的